一輛白色修旅車 直接從金門車道嵌入停下 沒想到接下來畫面讓人驚掉下巴 只見一名男子重複駕駛 坐氣扑扑的下來 接著駕駛坐車門也開了 女子抱著嫩嬰下來 就在大人們忙著吵架時 在後座的小女童 也自己開車門跑下來了 一臉驚恐 而且仔細看 當下這次停在馬路中央 而且號制已經有紅轉綠 車輛隨時都會從旁邊呼嘯 但白色修旅車的車門就這樣打開開 還任由小孩下車亂跑 真的好危險 誇張事件翻在台南8號晚上10點多 台辦視線交流到晚上畫方向 彭文駕駛表示 白色修旅車是突然切換車道 他因為是大車按喇叭提醒 結果被男子嗆瞎 駕駛也怒了 說自己大車刹車不容易 一句不然你來開 惹怒對方完全不過孩子在一旁 開始狂飆 任由妻子抱著手上嫩嬰 上前制止 真的是最壞身教 陸中央停車理論不但危險之外 也可能涉及危險駕駛 可處六千到兩萬四千元以下罰還 還可能被吊扣汽車牌照六個月 雖然PO文者說雙方在之前沒有發生行車糾紛 但警方要在調查還原經過 到底誰對誰錯 該罰的躲不掉 T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